时尚法国菜与巴黎同步流行 来自法国的甜点主厨Mark 要来叫做巴黎当地流行的菜色 首先来做法式煎鱼 柠檬片和茴香头煮3-4分钟 捞起炒到干爽 调味做成配菜 五载鱼取肉 沾加了盐和胡椒的面粉 锅中下橄榄油和奶油煮融 鱼皮朝下入锅煎香 翻面再煎熟 淋上柠檬汁 锅子不用洗再下大量奶油 淋在鱼片上撒点杏仁片 搭配柠檬茴香片 脆脆的杏仁片让鱼肉更有口感 带着浓郁奶油味酸香 配菜也很爽口 现在很流行的马卡龙鲜甜口味都不错 糖粉 糖粉 杏仁粉 可可粉等粉料混合过筛 蛋白加糖拌匀 隔水加热快速打发至70度 离火 再打发到倒扣布底下 拉起呈现鸟嘴状 加粉料拌匀 再加一颗蛋白混合 放入挤花袋 均匀挤在烘培纸或烘培细胶上 先放在室温下 让表面干燥不黏瘦 因为它是干燥 整个马卡龙就会上升 所以这里是干燥 所以 没有去哪里 所以它再放一边 再以155度烤9分钟 夹馅是把巧克力隔水加热融化 稍微降温 加放了柳橙皮碎的鲜奶油 由中央向外拌到光亮 再放薄荷碎和松露油调味 加入烤好的饼皮 巧克力散出柳橙皮 或和和松露的清香 吃来不甜腻 同样做法的马卡龙 只要配方去除可可粉 加点食用色素就能做成咸点 内馅是把奶油起司加柠檬汁 胡椒粉、盐等 调成奶油起司酱 再依序摆上烟熏鲑鱼片 青筋片 韭菜段 柠檬汁和意大利黑醋调味 颜色缤纷 吃来有着浓郁的鱼籽熏香 酸香开胃 造型时尚 滋味不俗 多花点时间练习 你也能做出时尚法国味 动新闻台北报导 期限大利黑醋调味 茶匙 给美娜 编务